这次是 是 是 月轩 海棠最近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 也对 怎么可能好得了吗 你们这些男人真的是 一点都不懂女人 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多重要 意味着什么 你意味着什么 每个女孩子都希望 嫁给一个深爱自己 自己又深爱的男人 然后跟他白头洗脑一辈子 你们朗家这回 做得真是太过分了 太伤海棠的心了 胖子 你别陌坏看戏去吧 我先回家了 不 你走我怎么走啊 你别走啊 你怎么也 人带上人带上 我 走 拜拜 你 回去 走走走 陪你喝酒去 你谁 谁谁谁谁 爹啊 你瞅瞅你这副德行 给我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你成何体统啊 没没 没 没 我那个 月轩心情不好 我陪她喝两杯 月轩她心情为什么不好 因为一个女人 前些日子我听说朗家办喜事 是 难道是帮她成亲 不是 其实是她哥 她哥哥 爹 那个 这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月 月轩呢 有个哥哥 脸被烧坏了 这 这个 朗家们怕影响生意 就一直关在家里 没 没要露面 早些年 我倒是听说过朗家大少爷 突然抱病 不便出门 后来就渐渐地 被人们给遗忘了 原来 脸烧坏了 她哥哥最近吧 看上一女孩 自己呢 不敢去提亲 就让月轩帮她提醒 而且她成亲都匆匆忙忙的 您说说 就以朗家那彩礼 成亲那么大事 就那么悄无声息的 琢琢琢磨什么呢 爹 你又憋坏水呢 月轩可是我兄弟 有你这么想爹的吗 月轩是你兄弟 我是关心他 关心完了 您就回去睡吧 我还是困得不醒了 朗思念 想不到 你居然还藏着 有这么大个秘密啊 哥 哥 月轩 我总是画不好她的眼睛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 我不敢直视她的原因 你觉得该怎么画呢 我画得肯定还不如你好的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那个什么哥 你这身体 才刚恢复没多久 别太累了 面对海棠 又怎么会觉得累的 给你买了 套笔墨纸业 还是你了解我 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月轩 何来谢子 虽然 你我不是一个娘生的 但是在我心里 我们就是生死共和难的亲兄弟 况且 小时候要不是因为我 你的脸也不会 月轩 说好的不提这些的吗 我不想我们兄弟情义的外面 裹上一层报恩的外衣 这样很俗气不是吗 哥说得对 哥 我想让你永远都记着 不管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哥哥 记住了 我只是在想啊 如果海棠能像你一样 对我有这份情意 那就好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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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海棠 你这是在干吗 是这样的 我怕一直睡在楼下呢 被人看见总会有谐言碎语 传到我娘的耳朵里 又该来烦你了 所以我就放了一张榻子 在这儿睡 没想到 你想得还挺周全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定会遵守我们之间的君子约定 我们的秘密只有你我知道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搬下去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啊 我现在爱你 我还想到这儿水里 我还想到这儿水里 我还想到你 你再说 我还想到这儿水里 你再去 我还想到你 我还想到你 我还想到这儿水里 你睡了吗 没有 你也没睡吗 我睡不着 我能不能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呀 你的脸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不想说的话 那就算了 不 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当然也愿意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 只要你愿意听 你说吧 我听着呢 这件事 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 哥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 以前我有个弟弟叫月云 他没死的时候 我也经常这样和他一起玩 哥 哥 别难过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弟弟 咱们两个一辈子也不分开 谢谢你 这叫什么呀 胭脂 胭脂 别动别动 挺好玩的嘛 哥 这怎么做的呀 女孩子用的玩意儿 你有兴趣 我可喜欢了 爹工房里有个房间 里面平平怪怪的 专门研究怎么做胭脂 哥 你带我去呗 哇 那次爆炸 月轩好发无损 而我的脸 从此就毁了 朗家上上下下 想尽一切办法替我治脸 可是都没有起到丞相 家里为了保全生意 令朗李春这块活招牌 不要倒下 就对外宣称我身体抱恙 从此 我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戴上这冰冷的面具 过上隐形人的日子了 日子已久了 他们也就把我忘了 有时候我连自己也搞不清 你说我到底是个人还是个鬼呢 对不起 不应该问你的 没关系 海棠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也早就习惯了 其实那件事情之后 日子不好过的不止是我一个人 还有月轩 还有月轩 月轩 她有什么不好过的 我看她平时挺笑有自在的 她放浪不羁 游手好闲 沾花惹草 放着家里生意不管 那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她装出来的 那次爆炸之后 她一直生活在对我的愧疚和自责当中 恨不得那个受伤的人 就是她自己 所以说她对你言听计错 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哪怕伤害到所有人 包括我 对不起 海棠 你不要怪她 你要恨就恨我好了 要不是我逼她的话 她绝对不会做出欺骗你的事情的 我明白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了 但是 这对我公平吗 四姨娘 你怎么在这呢 我爹呢 莫化呀 你爹这一大早上的 说是去剿匪了 剿匪 是啊 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 真担心她出事 谁乌鸦嘴 这我出事呢 爹 阿弥陀佛 你可算回来了 没事吧 你看你们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我龙多水什么人 上山如虎 是御水化龙 人送外号 龙大炮 这区区几个小毛贼 能奈何得了我啊 副副官 走 到书房 谈点一下今天的收获啊 长枪五十条 短枪三十条 自制炸药四十箱 子弹一百箱 其他军需物资 共两百箱 这就是今日 所有缴获物资清单 想不到区区几条小毛匪 它居然囤积了 这么多的军火 看来今天 咱是结了个肥柴啊 是啊大帅 不过 这些军火 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你看看看看 这几年 我们在大帅英明神武的 带领之下 年年打胜仗 所以天下太平 我们驻守昆阳城 没用过几颗子弹 所以 现在军需 是远远的小于佩脊啊 军需库 没地方摆了 卖了换钱呢 不过 咱们也要储备一些啊 哎呀 这天下太平 要我那么多枪炮干什么 过不了几年 不是受潮就是上锈 平时保养起来呢 那耗时耗力 费那个金 千块钱 给弟兄们先发出去 你去找那个叫 华吉利的买办 他不是有办法吗 这事儿让他去办 稳当 明白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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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败办 大帅有请 好的 那要照你这么说 这笔财 那我可就发大了 有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 叫 马无叶草不肥 只要大帅你成腰 我保证 你的钱袋像马的屁股一样 一天比一天肥 只要你想办法 把东西送出港口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嗯 好 嘿嘿嘿 太太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太太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正闲着没事呢 咱们婆媳好几天没聊天了 赶紧坐 太太 我 这是什么 太太 你看 海棠唐突突了 我看这几天 越冥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这是一封修书 海棠希望太太 能够还我一份自由 海棠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我们朗家哪里对你不好 为什么你还是坚持要走 太太 朗家对我很好 我知道 可是我跟你说过 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就算你让我待在越冥身边 我们两个也不会幸福的 顾海棠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竟然敢在我的面前 如此无礼 对不起 太太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下去 太太 我觉得您一直是一个 通行达理的人 您是一位母亲 如果您女儿也遇到 这样的事情 您忍心吗 我说过 正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决定的事情 是不会改变的 好了 过两天是月明的生日 您看怎么给他庆祝 这件事 从此不准再提 下去 哪又有哪儿 海棠 海棠 你看 这是我托全书给你买的 海棠糕 你尝尝吧 谢谢啊 我不喜欢吃 尝一个嘛 很好吃的 我真的不喜欢吃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在这儿见一见啊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比我干不想干的事情 对不起啊 月明 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这个 你自己留着吃吧 我本以为 你会喜欢吃的 我是喜欢它的名字 海棠糕 就和你一样 有关你的一切 我都喜欢 没关系 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 我拿走便舍 我都喜欢吃的话 没关系 那是不喜欢吃的话 没关系 神灵害 朗家家大业大 能把他拉下水 自然是条大鱼 可是朗四年形势 一向缜密 为人办事 很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没那么好控制 搞不好 这么一大条鱼 把我拽下水去 也是有可能的 剩下的这些 不是小鱼小虾 就是溜边的泥酒和小螃蟹 不足挂齿 剩下的嘛 施济周 倒是一枚不错的棋子 可手可放 可以试试 胡副官 在 花魁大赛上 没死的那个刺客 可还好啊 一直被我关在地牢里 等待处置呢 当时审出来他的幕后指使 是十几周 暗并不动 就是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好好的和他做一番交易 现在 是时候了 讲 师老爷 什么事 有一故人相约 还请一步一续 师老板 请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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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施老板 可曾认得出他是谁啊 龙大帅 施某眼镯 不认识这个人 把你的头抬起来看看 认识了吗 施 施老爷 施老爷 施老爷救救我 我是远方啊 是你姑娘的在禅人礼上 此事老四年的原方啊 施老爷救救我 施老爷 好了好了 施老板 这个凶手抓到没几天呢 就把施老板给供出来了 龙某镇守一方 本应秉公办事捉拿施老板 可我呢 是个重感情的人 就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是是是 那看来龙大帅自有安排啊 施某愿闻其详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 如果你我之间加强合作 那对双方就都是一个照应嘛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龙大帅呢 一向对我们这些昆阳的商户是疼爱有加的 那是那是 我呢定当全力配合听从龙大帅的指示 不过施某不太明白 龙大帅一向和朗思年之间的交情 那可是超过你我二人哪 您这是 生一场嘛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我之间是敌是友呢 就看施老板您的了 今天天气真好啊 对了 妙兰 今天什么日子啊 娘 四月初五 初五 时间过得真快啊 月明的生日也快到了 不记得了 妙兰之错 你看你 动不动就这一副处处可怜的样子 搞得我像个恶婆婆似的 妙兰不敢 我问你 月明生辰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 这么大一个家 我怎么放心交给你打理 娘 妙兰已经很用心地在跟您学了 求您千万别对妙兰失望 妙兰这就去筹办大哥的生日 大哥的生日还需要你去办吗 跟着我这么多年 怎么就不开窍 妙兰明白了 妙兰明白了 我都不想说 你有一点 你能识明的 我还能找到 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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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跟你说 爱荡 如果你想道歉的话 就不必了 我知道 我知道不管我怎么道歉都没有用 但是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什么 好啊 我刚刚种的花朵 需要三样东西来呵护 听清楚 第一样 是紫时叶莱香的香气 第二样 是银石昆阳山剑的清泉 第三样 是孤星岛淤泥里的七节藕林子 如果你真的想问我做点什么的话 那你就去做吧 海棠 明天初五就是月明的生日了 以往每年月明过生日 都是不能张扬的 也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 可是今年不一样了 这是你嫁进来的第一年 你有什么表示啊 怎么表示啊 你是月明的妻子 朗家的大少奶奶 别人可都看着呢 你要是什么都不做 她们会说闲话的 会以为你们夫妻不和睦 海棠 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 可你现在也没有办法离开朗家 那你就得拿出少奶奶的样子来 月明也是个可怜人 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和她 是唯一被忽视 被遗忘的 这个滋味我尝过 何况她一直活在黑暗里 日子更加不好过 可是妙兰姐 同情不是爱情 我也不想让月明 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海棠 你就当帮帮我 娘让我一定要说服你 帮月明过生日 不然娘会责怪我的 又是太太 为什么她总是喜欢 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因为这是在朗家 因为她是朗太太 不管怎么说 我也不愿意 看到你每天在朗家这么不开心 其实你往好了想想 过生日 本来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你不觉得 在生辰的这一天 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祝福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喜欢吗 哇 海棠 海棠你怎么了 哦 没什么 那我说的话 你都听进去了吗 我明白了 月明的生日 我会准备的 真的 真的 妙兰姐 你说得对 在你生日的时候 收到别人的祝福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管明天我还在不在朗家 我都应该这么去做 我会在我离开之前 给月明一个难忘的生日 来来来来 过来看一下啊 都是好东西啊 走过来看一下 年轻人 我回来了 姐 你回来了 下壳过来 好几天没你消息 我都担心死了 娘 我买了好多东西 这个啊 是专门给你定制的衣服 还有这个 都说你爱吃的点心 快尝尝 这孩子 娘你也吃 你吃你吃 那个谁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吵架了 没有 娘 您快拿去试试 看合不合身 喜不喜欢 好 好 姐 那我呢 都有 来 打开看看 是洋玩意儿啊 这个大家闹钟 以后你不准睡懒觉了 夏合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没去上学啊 上了 今天放得早 真的 没逃学吧 姐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又不是富家子弟 叫了钱不上学的事 我可看不出来 算你懂事 我可告诉你啊 你给我好好上学 你要不好好念书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来 姐 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 对了 姐 你信书拿到了吗 没 没有 姐 我好气啊 为什么老天爷对你这么不公平 什么事都得让你受着 我觉得我自己好没用呢 都不能帮你分担一点 好了 姐没事 可能这就是老天爷 对我们的磨练吧 困难越多 人就会变得越强大的 咱们还要一起找爹 一家人团聚呢 对了 夏合 你还记得 怎么做羊蛋糕吗 记得 怎么了 我想学 顾海棠 你这个害人间 清清 你怎么了 你说 你凭什么折腾月轩哥哥 什么子时的夜来香 迎式的清泉水 你搞这些幼稚可笑的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知不知道你害得月轩哥哥 被狗咬伤了不说 而且还跑了几十里的山路 搅得起炮了 他 他真的去了 你别装糊涂了 明明是你故意捉弄他 自打你出现之后 月轩哥哥身边就没好事发生过 你现在都嫁到我们狼府来了 你还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伎俩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清清 首先你要搞清楚 这个婚姻就是一场骗局 另外 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也没有想到 他真的会去 你说什么 你只是随便说说 你真拿自己当大少奶奶了吗 清清 你 你要的一来香 清全 还有其他事情吗 那个 我哥过生日 你还是考虑考虑 我哥不喜欢太热闹的场面 我说过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别忘了 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弄到 我知道 还有莲子 你才能够想起来 我认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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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繁荣昌盛 永不衰败 当然了 今年也和往年一样 希望在座的各位商会会员 能够多多地出力 多多地出钱 各位同仁乡山们 这花神祭拜 乃关乎着我们这个行业的心盛 我师某不才 愿意出资出力 来主办这次花神会 师老板 师老板 有魄力 不过历届主持花神祭祀 都是由我们的郎老爷 今天呢 我们是不是也听一听 郎老爷是什么意思呀 师老爷 你也说了 花神大会祭拜神灵 以保昆阳风调雨顺 买卖兴盛 郎里春多谢各位乡身赏脸 成为昆阳行业翘楚 承办花神祭祀 则无旁贷 师老板 毛遂自荐主办大会 郎某人没有意见 但只怕昆阳与师行路 实力相当的老板们 心里不服 风水轮流转 我想朗老板 可先别把话给说死了 更不要以偏概全地 拿着我失航路 杀鸡儆猴堵住 其他老板的嘴 既然是公平竞争嘛 那好啊 这样我出资一万 来主办这一场花神会 我的话就说在这儿 就由各位老板来定夺吧 好好好 好大猴气 大声大声大声 祭祀神灵 又不是收买神灵 可不要玷污了花神大会 本来的初衷 这么说我出钱出力 还出错了吗 大家别伤了和气 别伤了和气 你们可以在意 在意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